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节目 这个节目主要是为大家分享一些在阳台种菜的经验 喜欢在阳台种菜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五种蔬菜了 全程不用施肥临失误,快采收 收获也很好,快一起来看看是哪五种吧 第一种,小葱 小葱是我见过怎么种都能活的一种植物 不管是干葱,还是买回来吃不完的生葱 只要把它埋进土里,就会长大 土就是它的充电桩 小葱只要它的根碰到土,就会生长 而且越长越长,越长越多 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我们只要每天给它浇一浇水,就一点状况都没有 这是阳台种菜必选的蔬菜配料之一 第二种就是蒜了 根据季节性,有时候蒜苗的价格也不便宜 而蒜苗的种植方法跟葱一样简单 准备一个蒜头,什么也不用管,直接根部接触到土 没有土,水培都能活的一种蔬菜 这是我种在油桶上的一部分蒜苗 土用的是沙土,长势却非常好 吃完一茶接着一茶 怎么种都好看,放在阳台还可以当绿植 一举两得哦 第三种就是小青菜了 小青菜在市场上最为常见 也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基础菜了 它营养丰富,口感细嫩,也容易烹饪 它也是存活力非常好的蔬菜之一 这是我半个月前才种下的 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采收的程度了 最长周期也只要30天左右 这是20天左右的情况 这些小青菜没有施肥,也不会有病害 每一片叶子都非常完美 每一片叶子也都是有积蔬菜哦 第四种,菠菜 在我们南方呢,秋天最适合种的就是菠菜了 菠菜对日照并不严格 阳台上的光照对它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 那现在种下一把 春天就不怕没有菜可以采收了 菠菜它是属于能吃多少摘多少 只要是不把根拔掉,就怎么也吃不完 第五种 姜,土豆,香菜,还是西红柿,芥兰菜 哈哈,其实有很多种 只是呢,当你把土豆种下去 一个月了,你会发现 怎么没有一点动静 应该是没细了 香菜种下去 两个礼拜过去了 发现苗怎么才冒出来一点点 一定是种不好了 西红柿一个月过去了 怎么还没有结果 姜也是只有冒出一点点的苗头 当我们看到这些长势不好的蔬菜时 一定在质疑 这一定是跟在阳台种植有关 但是其实,有大部分的菜 它只是生长周期比较长 许多结果类的种子 前期需要很长的时间长根 我们看不见的埋进土里的根 长到足够了 它就会开始发芽结果了 种在地里的这些蔬菜 也是需要这么长的周期的 所以,我们都要有一颗等待的心 它自然就会开花结果了 几乎每一种菜都可以在阳台上生长 只是长势怎么样呢 跟我们主人的呵护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以后我将会分享更多 食用的阳台种植知识 今天分享的这几种蔬菜呢 是我认为最好种,最好活 最不会有失误的几种蔬菜 那喜欢的朋友呢,也抓紧试试吧 想要收看更多阳台种植呢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拜拜